大家好 升旗易得渡 今天是2021年10月3日 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就要研究一個翠民新聞 為甚麼是翠民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新聞本身就是 預料會發生 藍絲就是這樣 其實誰會去 海洋公園的富二代敗家仔 主辦的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如果你是 正常的香港人 在香港 首先第一 你也不會光顧 第二 哪有那麼多閒情一致 去這些地方 報導了這個海洋公園 水上樂園的情況 通常都是西方日報 西方日報 右報 就是有藍絲 疑似藍絲 一家三口 去完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然後就是懷疑 海洋公園水上樂園的水質就有問題 三母子玩完出來 皮膚出診 需要緊急求醫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藍絲 親共的港共政府陷阱 又是 撥到藍絲 港共政府的陷阱永遠撥到藍絲 捕黃絲 捕不到很多 本來去玩 不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你去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就是一個問題 其實坦白說 我們稍後再詳細論述這一點 先說了報導內容 報導內容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繼續幫我們手動點擊廣告 再用無限loop大法打開節目清單幫我們播放 11遊行 集會就完結了 下一個議題的時間就出現了 這個就繼續幫袁爸爸宣傳 大家留意10月17日 請到超級 重量級的嘉賓 這個就是 美國的前國務卿蓬佩奧 余茂春 請到他來演講 地點在美國的聖河西 大家可以上去香港自由燈塔 Facebook Hong Kong Freedom Beacon 就可以找到活動的細節 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日期應該就是 10月17日 星期日 下午3點 就會在聖河西 Kerry Chapel 聖河西 在 1175號 Hillsdale Avenue 其實我也沒有去過美國 只不過是看到英文地址照讀 請大家盡量報名出席 另外在最後 11月6日 升旗易得道在英國搞網聚 有興趣的朋友就先預定定定那天 我們的詳情稍後就會再公佈 我們回到海洋公園 水上樂園 搞到藍絲中伏 搞到要出診 最有趣的是東方日報新聞 跟大家說說 號資40億打造海洋公園水上樂園 上個月21日開幕以來一直惹 遊客不滿 收費又貴 遊樂設施又要排長龍 樂園水質惡劣亦遭炮轟 有藍絲市民投訴 早前就在10月1日國慶去水上樂園玩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要跳下水 水洗也不清了 不過是說中國共產黨 1日就走到遊樂場那裏玩 一家三口 三母子 離場的時候就發現 這個小腿非常痕癢 然後全身有紅疹 懷疑皮膚過敏 也懷疑跟水上樂園 那些 池水不乾淨有直接關係 於是 東網接受劉小姐的投訴 就說 一家四口 剛才不是說三個 突然間變了四個人 一家四口 趁假期就進入水上樂園玩 從上午玩到晚上6時半 玩那麼久 會病也很正常 離場的時候就開始覺得 這個小腿很痕癢 還有就是屁股的位置 回到家後就發現有紅疹 而這個 行仰就是遍佈全身 原本也帶著兩個小朋友 一個六歲 一個十二歲 三個人齊齊中招 發現他自己 皮膚不適 出現過敏的情況 極度之懷疑 海洋公園 水上樂園的池水太過髒 引起他們敏感 劉女士說 兩個兒子當日玩得慶高采烈 回到家後才發現有紅疹中伏 恆養難耐 恆到 根本就睡不到 她也說他們家裡沒有任何 皮膚病的紀錄 就算他們平時帶兒子去公眾游泳池游泳 也還沒試過發生這樣的情況 他就估計了 因為海洋公園水上樂園的池水 環境衛生惡劣 也跟這個 游泳的鞋有關 他就說 留意到很多遊客乘搭穿梭巴士 排隊的時候已經穿著這個游泳鞋 認為那些鞋本身已經很骯髒了 細菌跟著那些鞋流進去 令到整個水上樂園 非常之骯髒 大家想想也知道 本身 海洋公園搞水上樂園 那麼多人湧去同一個地方 本身就已經夠骯髒了 大家也貪方便穿那些 可以落水的鞋 當然你就會把大量的細菌 皮膚病帶去樂園 大家如果看過樂園的介紹 你就知道 他跟泳池不相同的地方 就是水池 其實相當之大 你可以想像到 清洗 池的速度 不及游泳池那麼快 再加上他本身 那麼多人在外面 穿著鞋子來 當然使得池水相當之骯髒 非常之容易感染皮膚病 另外就是那些綠氣 綠氣有機會刺激皮膚 令到濕疹 還有那個 紅疹有機會出現 海洋公園的官方回覆 說水上樂園的池水水質 受到持續和嚴格的監控 他說話越來越遲 香港政府 公園也透過定時採集和化驗水質樣本 每小時 檢驗池水的酸鹹度 以及 濕氣的含量 有講等於沒有講 跟香港政府 還有一眾香港的 工營機構 包括港鐵的東西也很相似 總之 有事發生 問他的原因 他就跟你說 我們有機制去檢測 我們現在發生了事 我們有定時檢測 我們說現在發生了事 我們有機制向上級回報 定時檢討情況 我們就是符合國際安全標準 我們現在有事 他也是會 好像錄音機一樣 把剛才的回覆 好像錄音帶 從頭到尾就播一次 告訴你 我們有完美的機制 這就是 學了政府的方式 每次 高危地方 被捕到藍絲 只能套用李家超那句經典名句 你不在現場出現 就不會有這個風險 是不是 這句說話原本 但是現在用來講藍絲也差不多了 我們經常都發現 就是港共政府 搞完那些事情 到最後 租養那些多數都是藍絲 其實沒有甚麼原因 因為 你選擇相信政府 很多時候 藍絲以我們所接觸 他們選擇相信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原因 換句話說 你是港共政府也好 你是中共政府也好 你是IS政府也好 你是塔利班政府也好 甚至乎你是北韓政府也好 只要你是 建制 就是你就是那個政府 無論你做得有多差 有多劣跡斑斑 有多方話連篇 有很多人選擇懶惰 我不看的 我不知道 不要告訴我 我打算對議 總之 我就相信現在的政府 藍絲就是這樣 練成的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就是 其實就是因為基於懶惰 真的 這個很諷刺 他們就是 喜歡勤力賺錢 但實際上 在很多其他方面 在他們的 人生和理解方面 政治方面 各方面 他們都選擇最懶惰的方式 別人給甚麼 他們就說是事實來的 有甚麼可能 不中招呢 所以 真真正正的其中一個 香港人應該跟他們 劃分的其中一個分界 就是我們需要行使智慧 智慧 智慧 這些要經過經驗 以及累積 你真正行使智慧 你就懂得 分辨是非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